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K站空间旗鼓响张当 我是炯德 今天晚上 一定是要上这张图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台积电法说 明天台积电法说 而偏偏刚好 这个时间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已经涨到怎么样 今天已经涨到这个 上升通道 他突破三角形态之后 然后往上 第一次先来到上升通道的上轨 然后回撤 回撤这个 回撤这个当初的三角形态的 上方的这条下降趋势线 那同时把缺口回补掉 对吧 然后之后怎么样 再掉头往上 这次又正好怎么样 准备要来到这个 上升通道的上轨 偏偏刚好这个时候 台积电准备要法说了 那所以 后续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个就是近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不过不过我讲三次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已经有答案了 我的答案在哪里 来一步一步看下来 一步一步看下来 看好 看好 开始了 你看好 我今天什么我都不多说 我只先把所谓的台子旗 多空进额三大法人 自营商投信外资 这当中当然主要一定是看外资 对不对 最近台积电为什么会涨 疯狂的涨 然后又打回打回之后又往上涨 为什么 通通都是外资 通通都是外资 你说真正就是说我们 我们自己境内投资人 除了法人以外 我们真正境内投资人 就是参与买台积电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 真的也是有 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什么 普罗大众每一个人 通通都有的标的嘛 对吧 可是真的台积电做的好的 没几个哦 我说实话 台积电真的做好没几个 熊德就是其中之一嘛 我不是事后讲 我都是怎么样 我都是事前讲 对吧 好了 我们现在拉回来 讲正题 讲正题 来 昨天 01111月11号 外资未平仓进空单 碰一下子跳到多少 28,317口 对吧 今天持续买什么样 持续买超吗 你看今天涨87.19点 然后呢 外资买了多少 127.54亿 这个 这个又是谁贡献呢 又是台积电嘛 今天外资买台积电 买了1500多张嘛 然后呢 但是我说过 昨天其实我就说 这个位置上你光是看到这个未平仓进空单这样子再增加 你就知道是这个盘一定短线上是往上拉嘛 肯定的啊 他一定是买现货买现货然后怎么样拉高之后布空单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那今天呢 今天下午1点45分收盘的时候 未平仓进空单已经怎么样 又增加了112口嘛 来到了28,429口 然后呢 刚好明天发说 然后刚好怎么样 要来突破这个三角 这个三角已经通过了嘛 对吧 三角形态过了 三角形态过了之后呢 然后现在这个上升通道 第二次准备要来怎么样挑战这个上轨的位置嘛 我说过 我说过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啊 我说实在话 我的技术分析告诉我 K线 平常的那个涨涨跌跌 那个K线 其实我真的我不太去在意它 我真的我不太去在意它 我什么时候我会在意它 就是跟我的技术分析结合 而在关键位置出现的时候 不管是压力的关键位置 不管是支撑的关键位置 总之 这个K线它就绝对具有怎么样 绝对的那个转折 变化的那个 那个 那个起到那个关键的因子嘛 另外呢 还有一点是什么 也就是说当你在关键位置 往上要突破这个关键压力的时候 你绝对要怎么样 价量起扬去突破它 这个叫做盘面上价格走势标的物的怎么样 表态 可是在跌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有量哦 听清楚哦 关键支撑被跌破的时候 它不一定要有量 那有量有有量的 这个这个判读的方式 但是呢 跌破并不一定要有量 那明天是什么 明天是要突破嘛 对吧 因为这个位置上来到上方了嘛 这里啊 这里来到上方了 来到上方了 这里呢 就剩下这一点点空间了嘛 这里就是就是重点了嘛 过与不过 明天就是关键 看他怎么表态嘛 不过你看下方 你看下方的KD 它是由下往上已经突破50 然后怎么样 在这个位置上拉回之后 今天又又开始 这个原来短线上的 这个往下的这个弯头 今天又因为台积电的上涨 连续两天三天的上涨 它又有点被扭转往上嘛 其实你看哦 我的KD指标 我的KD指标 我给他设定的参数 你去看哦 我给他设定的参数哦 在所谓的50 这个多空分野的这个位置上 他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讯号 我举例 你看哦 这个位置上跌破 这里是跌破嘛 对吧 跌破 然后你往上去看 他就是一定怎么样 下去 有没有 然后呢 这里是突破 对吧 这里是突破 看清楚哦 这里是突破 然后他就一定是怎么样 会往上 那至于上来之后 后面到底怎么走的问题 总之你就去看在关键50的位置上 他怎么出现的 你看这个位置上 他是跌破之后反弹 然后再下 对吧 你这个位置 你把它拉伸上去 你看他出现的是什么 他就是下 所以我的参数设定的很漂亮啊 我的参数设定的很漂亮啊 你如果真的要讲KDJ 这个参数怎么设定 其实他也都是一个学问 那我这边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来你去注意看 这个地方 他是由下往上突破50 对吧 然后你去看这个位置上 他是不是就是这个 有没有 突破 转强 上去 上去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出现 出现背离 这一段有没有 这段出现背离 然后来到这里 然后再次往上 有没有 然后你看他是不是一样 拉回反而是买点 然后再继续往上 KD可以搭配我的怎么样 切线来使用 哇 那个是如鱼得水 相辅相成啊 相辅相成 好 接着再来 你再看这个地方 这里是不是由下往上突破 由下往上突破 你看他的表态是什么 是不是直接就往上 价量起扬突破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价量起扬突破吗 现在这个位置上 弯头往上 好事啊 不是坏事 好事 但是我真的在这个时间里必须要说 你刚刚也已经看到了 外资他现在在台子旗布局的那个未平常进空单 两万八千多口 这个也不是吃素的 这个也不是吃素的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在农历年前以及农历年后这一段期间 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台子旗 不管你是个股 这当中都会出现决定性关键的做法 你如果做错了 你如果做错了可能今年第一季就毁了 毁了不打紧了不起就是亏一点点钱 其实其实有一点小亏损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要不伤筋动骨其实问题都不大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你套住了 你套在里面 你套在里面你的那个资金效益出不来 然后行情被耽搁了 这个就最麻烦了 然后后面越做怎么样 越绑手绑脚 就没有那个操作的那个灵活度 那个弹性度就出不来了 这个是最麻烦 我跟各位讲 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时间 明天开始到农历年前 以及农历年后的这一段时间 绝对绝对绝对非常非常的重要 绝对绝对非常的重要 那我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点 我不会把招收会员这件事情 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不重要 会参加会员就像那句话 那句话怎么讲的 是金子走到哪里都是金子 对吧 对啊 要招收会员这件事情 也不用急在一时 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市场上的投资朋友们 各位 你们非常重要 我觉得说 我们可以大方一点 我们可以大方一点 你呢 去扫那个TG群 那个QR Code 你把它扫入之后 然后呢 我希望你可以怎么样 反正我的资讯这段时间 我是free的嘛 然后呢 我每天我会把台子旗的走势图 相关的支撑压力 关键的多工关键位置 以及这个时间 我对大凡盘式的看法 以及整个外盘局势 我会怎么样 都把它放在这个群当中 跟各位分析嘛 对不对 你先来了解 我说实在话 我不希望你今年一开头 就出师不利 这样好吗 到目前为止 我讲的都是对的 台积电还没涨之前 我说台积电吧 台积电还没涨之前 我说台积电 三角形态会上 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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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上 上了 然后怎么样 来到了66几的位置的时候 来到66几这个高点的位置的时候 我说来到这个上升通道的 这个上方 没有突破 先买一趟 他一定会回来补缺口 因为我对台积电很了解 台积电不管是往上跳空 不管是往下跳空缺口 他一定很快时间就把它回补掉 这个是他的特色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既然打回 他一定会下来补缺口 果不其然 他就是下来补缺口 补完缺口 我说那个才是重点 后面他又上去了 对吧 那还有曾经就是有投资朋友就问我说 这个炯德你说一张都不要卖 结果你怎么又说你卖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盘市是这样发展 我看到了难道我什么都不要做吗 我当然是要做 而且这个对会员是好事 卖一趟下来之后我再接 这不是很漂亮 有价差 然后这当中可能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风险 我们都怎么样规避掉了 我说过我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总得帮你规避风险吗 总得帮你怎么样 找标的吗 总得帮你看行情吗 对吧 我帮你去抓切入的买卖点吗 然后钱给你赚吗 你支持你support总得就好了吗 这个是互惠互利吗 这个不是什么坏事情吗 那好 你看台积电明年法说了 正好这个时候 他就走在关键位置 然后下方KDJ告诉你的是什么 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样 他应该有机会会再怎么样 往上去突破一次 但是这次突破 请你千万记住 我已经说过那个重点 价量奇洋 如果你没有看到价量奇洋 那后面会出现的变化 可能会是什么变化呢 待会我还会进一步的告诉各位 好吗 我们可以从去年 9月10月11月到那个时间 台积电他是怎么突然间突破 站上600 然后往上做攻击的 你看这边原来是多少 480 然后怎么样 站上攻击的吗 这一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遍 这样清楚吗 待会我会针对这个部分 再讲一次 好来 我们先抓回来 台积电 来讲到了 讲到这边 注意看 注意看 你看到上方是我们的大盘 加权下方是台积电 你跟我讲说 他们的走势 有没有好像是copy的一样 就好像是复印的 就好像是复印的 你乍看之下 其实真的就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看出这当中的一些 细微点上面的差异 举例 你看到我这边画了一个箱形整理 对不对 可是你真正要看回来 这个箱形整理大盘确实是箱形整理 可是你去看台积电 它是这个点是一个一个慢慢往上 垫高 然后最后是怎样突破 这一点跟台积电现在的状况 有没有很像 台积电它是不是慢慢垫高 慢慢垫高 然后突破了 只不过说这次的形态是三角形态 而这之前的形态是什么 之前的形态 其实你真正看回来 它也是三角形态 只不过是说对应大盘 我们把它划成是箱形整理 这样的形态 这样知道我说的意思 那好 来注意看 注意看 这个地方突破 有没有亮针 有亮针 但是亮针之后 它怎么样 回挡 亮针它也没有直接做攻击 它是回挡 你现在想想 为什么突破之后 它会回挡 但是回挡又不破 又不破怎么样 这个箱底上方的支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答案 我看你聪不聪明 你知不知道答案 为什么 各位 你去注意看 因为这个时间点 其实大盘也没有什么交易量 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那外资做了一件事情 外资发了研究报告 外资说台积电上看多少 600 有没有 然后外资怎么样 带头买台积电 是不是 突破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 手稳 台积电手稳了之后 这段期间 变成是怎么样 原来在台积电这一段 这个的交易量 突然间这些资金放出来 跑去买什么了 跑去怎么样 买整个电子族群 相关的就开始点火 IC设计 然后被动元件 然后什么第三类半导体 一堆就全部就开始了 然后就开始把这一段的行情就带动上来了 那我这边要告诉你的是说 这一次也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一段时间走势 那如果说是如此的话 那我会告诉你说这个行情 你看他是11月走到12月 然后走到1月2月见到高点 变成是说 这个东西你要记住一句话 我们常常讲有一句台语讲说 头已经洗下来了 有没有 那个意思叫做什么 就是覆水难收 我趋势已经发动了 拉宫怎么会有回头见 这里你要去注意的台积电就是这个 如果说他真的 动了而且拉回形成支撑 然后这些成交的量能 大盘当时的这些成交的量能 开始跑到了电子 然后开始动了 那这个时候我会跟你讲说 这个行情过完年后 他可以一路涨涨到怎么样 我们抓了大概三个月 这样懂我说的意思 这样懂我说的意思 那当然成也是台积电 败也是台积电 那如果说台积电露出败向 那个败向是什么 就是他跌回形态之内 这里你看到的是台积电没有 他是突破有没有 你去看这边他是怎样 他是突破战杖 这里是突破然后怎么样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 但是他没有跌回 然后后面再开始怎么样去做拉伸 有没有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怎么样往上走 然后开始往上走 一步一步往上走 然后这个过程怎么样 台股就被带着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往上去 对吧 没有错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东西 会不会复制再来一次 历史会不会再重演一次 这个都不用去多想 这个都不用去多想 看就懂了 那你不懂没有关系 我欢迎你打电话找我 这样好吗 好 这个部分讲完了 这个部分讲完 你清楚了 你知道了就好 我是研究台积电 研究的很透彻 那大家那个时候都在讲说 什么应该是联电比台积电好 我说不可能了 最后真正是要看大盘 后续怎么决定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看成熟制程 一定还是要看先进制程 因为后面半导体厂资本支出 这么多三十几座 开什么玩笑 你去想想看 等到这些厂出来 这个产能放出来的时候 只不过是说好像2022年 现在这个这个2022年到2023年 还是蛮吃紧 但是后面这个熔景还会在吗 或许不会了 可是在那个三小的尖端 那个金字塔的尖端 NVIDIA Intel这些公司 AMD相关的这些公司 他们在增什么 苹果 联发科 你认为说他们在增的是什么 他们难道真的是在增成熟制程的晶片吗 不会是 他们真的一定是先进制程的吗 对吧 那这个部分 看谁就是台积电呢 后面还有谁台积电能够真正像台积电这样子 能够在所谓的金元代工 他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毛利 没有啦 说真的没有了啦 那台积电后面还要不要一直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毛利 其实他也面临到一些挑战 所以他也是怎么样 也是要去做一些江本球力的算法 那我要维持这些毛利 如果最后我价格再也上不去 有困难 因为这个东西是供需的问题 对吧 但是我如果我要一直维持这个营运的动能 然后要一直维持这个毛利率这么高 势必啊 我的相关供应链 我之前我说过啦 我的相关供应链这些啊 对不对 来来来 你让一点 你让一点 大家让一点嘛 这个时候请你跟我讲 相关供应链 股价还能够维持这么高涨吗 对吧 营收会讲话嘛 获利会讲话嘛 对吧 然后毛利率 营业率和怎么样 净利率会讲话 那这些东西到最后 然后怎么样 回算不来 他的一个股利持利利率 他的一个本益比 会讲话嘛 所以呢 说实在话 这个时间为什么就是比较看台积电 到底就是在这 我反而不会说在这个时间 还去看他的设备厂啊 然后再去看他这些东西 其实真的我不会 我跟你讲 ABF载版 其实我也一样 我知道今天ABF载版 短线上是止跌 但是我看那个两三根 K线的组合 他并不是转折讯号 所以我不认为他后面 他或许短线上会有一点止跌弹 但是我不认为说 他后面就是要开始涨 所以这个时间点 ABF相关的设备 或者是怎么样 原料的部分 我真的认为 建议你应该要稍微避开 这样好吧 要注意了 这个部分真的还是有他的一定问题在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这几天 其实这段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 涨的都不是你手中的股票 有没有 为什么 对啊 因为你手中有的 我怎么可能会去涨那些股票 然后让你出 不会吗 一定是让你继续套在里面 所以你要有这个杠 就算是农历年或者是农历年后回来 这个行情到底后续要怎么变化 那你手中持有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值得 值得你死报活报 你一定要想清楚 我待会我举例行运股 在举例行运股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台子期 因为我们既然能够分析大盘了 大盘我们抓得很准 那很自然 我们就可以拿来怎么样 交易台子期 交易台子期 可以以小博大有杠杆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 小额的资本 然后我们可以赚怎么样 更高的利润 何乐而不为 这个是我最擅长的 那果不其然 我说最近这几天怎样 逢拉回就占买方 有没有 今天下午收盘涨到这 票不漂亮 你自己讲 票不漂亮 你自己讲 票不漂亮 你自己讲 票不漂亮 这个你自己看一下 早上这1月12号10点29分 18285300做多 我停损没有抓很高 然后涨到多少 涨到382 那也有100点了 是不是 对啊 这个都是钱 一口而已 一口而已 你要做十口也行 基本上其实 你跟着我操作 你口述越大越好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给你的 唯一保证就是说 我不是百分之百 一定都赚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说 我亏 我一定就是亏这么多 你自己都看见我的策略 我损就是抓这样而已 要不打不到 打到一定是我错 对吧 因为我就是抓转折在进出的 那我错了 我就可以就就就就范围内就这么多 但是呢 我赚了之后 我一定就怎么样 整个小波的转折 我一定通通把他吃掉 这个就是对的 然后我的胜率相对高 我怎么反正会是输家 因为这样 所以才敢放大口述 如果没有前面这些条件 你怎么敢随便放大口述 开什么玩笑 就不可能 这样好吧 好 对胎子期操作有兴趣的 过年前 农历年前这段时间 农历年后这段时间 特别谨慎小心 那我会特别在这段期间 就是针对这个盘面上的一些变化 我会希望说 因为我的付出 能够对信得过我的投资朋友 在这段期间能够给到他们 真正最大的帮助 或者是说 我的贡献 随便whatever 然后呢 大家可以成为好朋友 然后呢 你们可以支持我 然后尽量去帮我多推广 这样好吧 你们只要帮我做这件事情就好 那当然我先付出 然后呢 你们就尽量去收获 这样好不好 真正收获 赞 你帮我推广 这样就行了吧 这就是你对我的回馈 这样好不OK 很OK吗 那你有问题 LINE ADD这个QR Code 扫进来 然后直接问 我一定都会回答你 这样OK 好 我一直在讲细利吗 我讲细利 我说我画在这个位置上 我说下方的跌幅空间 有没有 我画在这里 6415看一下 6415看一下 6415 你看持续持续下跌中 6415持续下跌中 对吧 你看KT指标 KTJ 他已经是破50之下 有没有弯头的跡象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那重点在哪里 我要跟各位讲 重点是说 你现在问我 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在问的 问细利的也有了 然后问金鸿的也有了 然后再问亚信的也有了 我说实在话 我都想要问问你们 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愿意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你认为他是买点 你评的是什么 如果你懂我的技术分析 我真的是这样讲 如果你懂我的技术分析 你知道说这个位置上不应该买啊 对啊 不应该买啊 那就不会去买了嘛 所以这套技术分析可以给到你什么 避开风险嘛 我们都先不讲说能够赚多少钱 最起码你把这套东西学会你可以避开风险嘛 避开那个 避开那个人家跟你讲 哇这个不得了还会再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当你一画这个图形之后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地方不对 突破没有量 立刻打回一根长黑跌回 那这个怎么可能会是对肯定不对 我就是不买 下来形成支撑之后我才来买 这个才是技术分析有用的地方嘛 我说我给你 我帮你抓什么买卖的切入点 这里是卖点 这里是买点 你不要把它弄颠倒了嘛 对吧 这里是卖点 这里跌破 他还是卖点 他不是买点 这样清楚吗 跌破之后往下要看到这里 现在箭头画的这里 然后你看KD指标已经开始怎么样 灌破50下去了嘛 对啊 然后他的股利率殖利率才多少 0.26 这个股价你认为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嘛 牛市多头的时候资金没有回收的时候 他就没有什么股价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因为资金一直在怎么样 在吹捧嘛 然后呢这个价格就会一直往上嘛 可是当当市场上开始这种声音回收的时候 这个回收资金的这种讯息开始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警觉性的就知道说我应该要先获利了结了嘛 免得到时候跑不掉嘛 可是你看现在撒下来居然还有量还有人去抢 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懂我的技术分其实我真的打心你这样认为如果你懂我的技术分析拜托这里你真的不会追了 你不会因为下跌你怎么样去把它怎么样买进你看这个地方成交量居然因为下跌还有量 这个真的不对我们事后来验证我们事后来验证好航运股 今天其实航运股我白天两点钟下午的视频我已经解过了 那航运股长荣我已经解了我今天晚上我要来解的是什么 我今天晚上我要来解的是长荣行 来大家看一下长荣行 长荣行很重要哦 长荣行各位去注意看一下哦 来我抓长荣行的走势图给各位看哦 各位去注意看哦 长荣行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长荣行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怎么看哦 我们先看一 我们先看一长荣行怎么样 他的这个KDJ指标已经开始怎么样 在50之下 看见了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各位去注意看哦 这个是KDJ指标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说这个KDJ指标它是怎么样 它是往下的 可是呢这个位置上的长荣行呢 它是怎么样 它的股价是往上的 这个地方是价格和指标 它是出现怎么背离的 没有错哦 所以这个位置30.55 这个位置肯定不对吧 这个位置肯定不对 懂我说的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注意看一下哦 我现在画一个低点低点的连线 我都不用抓多 我也不用再去抓什么多前面 我就直接抓这个点就好了 我就直接抓这个点 这个低点嘛 去对应这个位置上我画出来是不是一条上升趋势线 这条上升趋势线对应上方的高点是不是这个点 我是不是可以画出一个上升通道 你跟我讲说这个上升通道来到这里他有没有价量其扬突破 没有嘛 他就没有价量其扬突破啊 然后现在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这个高点是他最后的防守位 我跟你说这里是最后的防守位 这里是最后的防守位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上他为什么冲高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他打回他是守这个位置 守这个位置之后再冲一次还是过不了因为量已经开始掉了 有没有所以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混 最后呢我跟你讲他这里只要下来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会下去 我们都先不说长龙航或者是长龙航空公司到底赚钱不赚钱一定赚钱的啦 一定赚钱的啦 重点是什么 因为你有嘛 所以我不可能这个时间拉伸让你年前解套嘛 但是你说他今年会不会动我告诉你会动 什么时间会动就是这个时间 当时的那个点位是最重要的嘛 对吧 这个部分要找谁还是要找我你去看好当初长龙航也是这样 这个地方下方是上升趋势线然后呢 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做一个什么样 他是做一个三角形态有没有 然后在这边做突破 当初这边突破往上走的时候 他和这个地方往上突破这个这个高点的压力的时候 他是放量的 这边是放量是OK的嘛 你看这边他是放量是OK的啊 这里放量是OK的 但是上去没有量了嘛 上去没有量那很自然就是打回 这一次再下来回测这个这个点的时候 只要破就下去了 往往这种下去 要不就是守这条上升趋势线 上升趋势线如果守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去怎么样 他就会去守这个位置就下跌的速度就更大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真正会操作的人绝对不会在上方的时候叫你去买长龙航 在这个位置上会叫你去买长龙航绝对就是害你的 结果你还在他身上花卉费 你 你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 技术分析好用就在这里 一这个位置不对 我不会做买进 二如果说我真正是有 我也知道这个位置上不对我第一时间我会跑 因为 有一句话叫做当断则断不理还乱 你第一时间没有跑你越来越舍不得跑 我说了吗 温水煮青蛙 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这样子 我再说一次听清楚 当你一锅热水煮开的时候你把一只青蛙丢进去 第一时间他一定往外跳 第一时间他一定往外跳 因为那个是神经敏感的问题吗 可是今天你是一个锅子里面放冷水你把青蛙放在里面下面开始慢慢升温加热的时候 这次青蛙就一直待在里面然后到最后被煮熟 这个叫做温水煮青蛙 就是让你不痛不痒不痛不痒不痛不痒一直抱着机会一直抱着希望 应该没事应该没事你每次问你的老师你每次 每次问投顾的助理他都告诉你没问题 老师说续报 咚咚咚咚咚咚咚 最后下来的时候呢 怎么办 嘿 我我希望我跟他们是不一样 我坐在前面给你看 对吧 嘿 真的就是不一样吗 Less the different 好 财务行我姐我姐了财务行解了然后这个我们回头看 所以你说这段时间 不是很简单啊 我也不去讲题材我不去讲什么东西啊我只跟你讲一个形态底部形态啊 四季刚我也不去跟你讲什么 2022年缺电啊什么东西啊然后怎么样啊 对吧 我只跟你讲他也是一个形态什么形态这边也是一个三角形态吗 有没有 这边也是一个三角形态啊 这也是一个三角形态啊 然后在这里做突破吗 突破上去之后打回形成支撑这个后面就是在上吗 就很简单啊 然后你去看他是不是就是这么发生的吗 这一段我就抓这一段这一段的走势啊 这一段的走势 这一段的走势就是这一段吗 你去抓出来看看是不是标标准准吗 这个三角形态在这里吗 这个三角形态在这吗 这个三角形态 这个三角形态就在这边了 就在这里吗 突破有没有 突破上去打回然后呢怎么样 再次发动吗 然后这次来到这里 这个跟台积电走势像不像 像吧 没有错啊 重点是什么 该卖的时候会卖吗 我跟你说过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让你 我都可以让你 就是真正看到了 就是我 我讲在前 然后呢 我讲一定是有图 然后呢 买卖进出我也一定是怎么样 有讯息可以拿来验证 那这种节目 你认为是不是优质节目 如果你认为是优质节目 我下午两点 我下午九点 都各有一个直播节目 这个是QR Code 就麻烦你赞助 是吧 多支持 少QR Code 然后开启 订阅和小铃铛 然后呢 我的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 你或许一开始 不习惯我 但是我相信 我都是真心诚意待你 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怎么样 你会越来越知道我对你的好 这样好吗 好 这个时间点 你不用担心2022年没有行情 2022年绝对有行情 可是这个行情要怎么走 开始会动什么股票 这个股票的筹码面如何 你看最近为什么都不藏你手中的股票 很简单吗 就是因为里面的筹码乱 对吧 没有主力会去拉这种股票让你去减套吗 你就去想这一层问题就好了吗 可是这一支股票现在呢 完完全全都是怎么样 在主力的成本之下 大家都还不知道 为什么 就算知道他也不会买 因为他觉得他很聪明 哎呀这个都还没有涨我急什么 等到他真的动了我再来买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 你就是要闷声不想 你跟着我慢慢去做 然后等到最后 他发动的时候 你要追的时候你都追不下去 你看我讲完之后这几天拉回吗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今天收一个十字线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好吧 那这种底部形态右侧的股票多不多 你看这只股票是不是 一样啊下跌趋势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怎么样 反转啊 他已经由下跌趋势开始怎么样 走横向啊 然后这个地方下方的上升趋势已经出现了 对吧 然后呢 KD指标已经开始怎么样修正翻多了 差别只是什么 后面很快要突破50上去了 那他第一波突破之后打回这边再跌回通道之内 所以这边短线上 上方是压力吗 第2次再突破来到这里就过不了吗 所以他再次搭回吗 拉回之后现在这个地方是 重新来过吗 那这个上升趋势线已经形成了 表示什么 这个规律波动的这个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 后面只会只会看往上涨 因为这个叫做底部形态右侧 这种买了 你除非你跟我讲2022年没行情 那就大家就呼呼也都别说了 如果你也认为2022年有行情 那请你告诉我2022年会涨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会先动 这样就好 又有题材 然后筹码又干净 然后又是这种底部起涨 对吧 一定是这种股票要动吗 因为怎么样 他已经先修正完毕了吗 那个涨高高的 修正都还不到位吗 修正我们讲说涨高之后的拉回修正 0.382 0.5和0.618 强一点就0.382 甚至可以怎么样 再再更强一点0.1几 他就修正完毕就再涨了 那这个时间点 你要去注意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样好吗 好 今天节目我们大致讲到这边结束 优质节目需要各位的订阅按赞 多分享多支持 这样好吧 农历年前农历零后这段时间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扫QRCODE加群 把我的相关的这些资讯带在身边 我相信对你绝对有用 那 先付出 这个才会是对的 我一定要 因为我们不像人家吗 对吧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 我需要做到的是说我让你真正知道我能够给你什么 你 你 你认同了 这个 才会是对的 否则的话永远 永远就是 永远就是怎么样 永远就是我这个看一看那个看看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投资人 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定性 对吧 其实看那么多都没有意义 看应该是看那个真正是有料的 那你看了之后你能够吸收 你能够怎么样成长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这样好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祝各位明天 操作顺利 然后呢 加群 按赞 订阅 多支持 谢谢